Odia Jungle 有所谓架状论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世界上并不存在什么萨哈林岛 日本人也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 日本也不会承认这个岛是中国的 以及叫库叶岛 日本人称呼这个岛为化泰岛 每年的8月23日 都有大量日本人在北海道 望着库叶岛鬼哭狼嚎 纪念他们失去的化泰岛 1867年 日本和沙俄平分库叶岛 北属俄 南属日 沙俄在1875年 以交换千岛群岛为代价 让日本退出了库岛南北 日欲俄战争后 日本又占了库岛南部 即北北50度以南 日本在库岛南部设立所谓化泰厅 住所在丰原 即所谓的萨哈林斯克 日本是把库岛南部 当成日本的本土来经营的 1942年正式成为本土部 日人在岛上 1940年 有41万5千人 直到1945年 日人被轰出库岛南部 即使是生在岛上的 日本人对库岛南部念念不忘 日本声称的北方的地盘 实际上是包括库岛南部的 以及南千岛的 日本地少人酬 生存空间比较小 所以必须朝外走 而日本距离库岛最近 所以也最方便去电屋 有朝一日 毛子崩溃 中 韩 日 都是有想法的 从林世界 圣者 中文字幕并且 中文字幕并且